我们继续接着看 司马迁出使西南以后 回来报命 你出使西南 必须回来向天子承报 这次出使的结果 到底怎么样 这叫做报命 四岁 这一年刚好是原封原年 既然叫原封 你们就知道跟封扇有关系 这一年汉武帝要去实行封扇 天子使见汉家之封 而太史公流至周南 不得与从事 汉武帝要到泰山去封扇 封扇是历史上的大事 我没说封扇是天下或国家的大事 那不足以形容封扇的重要 封扇是历史上的大事 一旦实行封扇 就代表向天宣告太平盛世的来临 所以历史上的风扇次数 在古代不多 能够参加风扇的人 几百年 几十年都未必能够碰到一次 可能要等待非常多代 刚好在你这一代 你还能够参与这个盛会 可在参加这个盛会 风扇我在前面 中国古代历史人物曾经跟各位谈过一次 什么叫做风扇 用最简单的批语 因为我怕同学没听过 我再简单的说一次 什么叫风扇 调谷文 这个讲半天 各位同学不容易懂 我们用一个现代批语来说吧 其实我们所谓的天子 严格来说 他并不是这个天地中的主人 用现在的公司组织来说 天子是带天来掌管这个天下的 他其实只是总经理 天才是董事长 那么于是天子在业务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可以决定 是不是要跟董事长报告目前的业务成果 那么董事长如果听见你业务很好 就会对你有所福报 董事长如果觉得你业务不好 就会降下灾祸 那你可能就被免职了 那问题来了 如果你是总经理 我问各位 你会挑业绩好的时候去报告 还是挑业绩不好的时候去报告 我想大部分人都一定会挑业绩好的时候去报告 没有人想要去触个眉头吧 那问题来了 所以风扇举行的时候 必然是天子觉得天下已经太平了 我必须要向上天报告这个事情 为什么要报告 它里面含有很多层用意 可在奴家真正的思想 在中国古代文化真正的思想中 他们觉得风扇这个东西真正的意义是 为民报德 什么叫做为民报德呢 就是上天赐下老百姓这么多东西 现在天子把天下治理得这么好 我们要举行一个典礼来感谢上天 让上天知道天下现在有多好 我们对他的感激之心有多么强烈 问题来了 五帝的风扇是这么回事吗 五帝的风扇不是那么回事 在五帝即位到现在 他与匈奴争战多年 天下穷困 黄河发大水 山东发饥荒 天下苦于战祸 可是五帝还是要实行风扇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他要实行风扇呢 因为他希望得到上天的福报 方氏们告诉他 想要求长生 就必须行风扇 他所做的行为 就要实行风扇 这场风扇典礼真正的目的 在司马坛来看 纯粹是为了求先得长生 而不是为民报德 他这样的意见不断地表达出去 但五帝觉得这个人非常爱言 于是决定风扇绝不带他去 否则当面有一个老实在告诉你 这个错那个错 这个汉武帝怎么受得了呢 那问题来了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你们要想 和风扇最有关系的几个官 赵立掌管天官的太史公 必然是其中一个 为什么在这样的旷古大典中 身为太史令的司马坛 却不能参加 原因只有一个 我问你们 谁能让司马坛不能参加 他应该参加 谁能让他不参加 唯一能让他不参加的就是汉武帝 所以你们注意看 太史公留字周南 不得与从事 故发愤且足 有的讲史记得认为 把这两句话解释成 太史公在当时司马坛因为刚好生病 所以不能参加这个事情 这样的解释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 你从这句的前后文来看 有个故字 故就是因为上面那样 所以才这样 是因为留字周南 就在洛阳这个地方 不得与从事 所以才发愤且足 绝不是因为发愤且足 所以才留字周南 不得与从事 这在文章里的脉络 是清清楚楚的 除非你要告诉我司马坚记错 连他父亲怎么死的 他都记错了 否则的话 你就只能够根据这个文章的脉络 往下追寻 留字周南 不得与从事 不能参加风扇 不能参加风扇 第一点 这样的旷古大典 能够参加是当时所有读书人 所有官员 当时所有最善成的精英 最荣耀的事情 错过这一次 就不知道等待多久 才能再碰到一次风扇大典 因此 太史坛不能够参加这场风扇大典 对他来说是很大的遗憾 光是如此还不止 更重要的是 他对武帝忠心耿耿 他眼看着汉武帝 要去进行一场错误的风扇典礼 这场风扇典礼的目的在求先 你说老师你一直说汉武帝的目的在求先 你有根据吗 有啊 你们去看史记风扇书是怎么写汉武帝的 整篇风扇书都在写汉武帝求先求长生的经过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汉武帝这场风扇大典非常特别 如果真的是为民报夺的话 照理这场风扇大典应该是文武百官 重要的官员都要能够参加 可是汉武帝到了泰山之后 身边只带了他最亲近的一个人 他最喜欢这个人 一起上山求风扇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是霍去病的儿子 各位还记得霍去病吧 那个讨伐匈奴 匈奴不灭何以家为的霍去病 霍去病非常年轻就死掉了 就留下他的儿子 武帝把他的儿子到皇宫来当树卫 跟在他身边 这一次风扇大典 谁也不带就带他的儿子上山 武帝跟他的儿子够宠爱的吧 他们两个在山上怎么进行风扇大典的 根本没有人知道 如果这个风扇是个公开仪式的 为什么不带人上山 为什么不让人知道他在山上怎么风扇 那必有不可告人之处 那个不可告人之处 从风扇书来泰 必然和武帝想要求仙求长生 和方氏的建议是有关系的 哎呀 当然你们读到这一段里面会感慨 那么至少获去病的儿子是真或武帝信任的 各位同学说实话读历史的人 有时候必须跟你们说真话 什么叫做皇帝的信任 获去病的儿子 举行完风扇典礼下山不久之后 就暴毙身亡 他的儿子年纪还非常轻 怎么会这样就暴毙身亡了呢 因为武帝在山上的秘密 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这就是皇帝的宠爱 你们要明白这个事情 注意啊 接下来再继续讲 不得与从事 故发愤且足 快 且足哦 且足就是快要死掉了 还没死 如果已经死掉了 司马迁回来就跟他父亲说不到话了 还没死 就是他快要死掉的时候 而子谦是 是 反 子谦刚好到南边去出使 刚好就回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 回来了之后 渐负于河洛之间 原本他到四川云南去 是应该回到陕西的长安去报命 可是这个时候武帝刚好到山东的泰山去封杀 他要报命 只能从这个地方再到山东去 中间会经过洛阳 所以才会 渐负于河洛之间 注意看下面这一段 这一段是非常重要 也是极为精彩的一段 整个太史公秩序以此段为核心 你们要读懂这一段 才知道太史公为什么要写史记 太史公司马坛 直牵手而弃约 抓着他儿子的手 哭泣地说 说什么呢 注意下面这段话 于先 我们的祖先 是周氏之太史 原本是周朝王氏的史官 自上氏更久远的时代 就已经藏显功名 曾经彰显他的功名于 于下之际 也就是唐瑶 于顺 到了下雨的时候 一路这样承接上来 点天官寺 当时最早的时候 就是做天官这个职务 但是司马迁这样 辉煌的祖先工业 到了后来就中断了 他们家原本是天官 后来失掉了天官的官首 后来成为史官 后来又失掉了史官的官首 而后隔了这么多年 这么多世代 终于他的父亲司马迁 又重新当上了太史 所以他说 后世终衰 绝于于乎 为什么司马迁要这么说呢 因为他重新当上了太史 他的祖先是太史 如今在中断了这么多世代之后 他又是太史 他有心想要发扬 他祖先的工业 可是问题是 他现在要死了 他的事业还没有完成 什么事业 史官的事业 他说 弩父为太史 则续无足以 他跟他的儿子说 你如果再做上太史 就能把我们祖先的工业继续接续下来 那我们这个史官的事业就不会到我这一代中断了 你们要特别注意 司马坛的这个观念完全是一个中国古典时代那个大文化传统的移序 那种把祖先家族的事业当成是自己的责任 自己不能让祖先的工业毁在自己的身上 这就是司马坛真正想望的 可是 做大事业 按曾国梵的说法 做大事业以找剃手为第一要益 什么叫找剃手 就是找寻接班人继承人为第一要益 任何的大事业都没有一代一人能够成功的 人的命数不是自己能掌握的 你想要事业不随着你的命数而中断 你就必须在一开始就准备找好接班人 这样的接班人跟继承人不一定能够碰得上 那该怎么办 司马坛的做法是 那就自己栽培一个 所以他从小让他的儿子年十岁则受文 求教于天下名师 二十根撞流天下 正是为了有一天 他不在以后 他的事业可以交给他儿子继续做下去 继续看 今天子结千岁之铜 为什么讲结千岁之铜 千岁并不是一个准确的一千年 只是一个概述 中国古代写东西 有的是实术 有的是概述 不要拘泥于文字